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波特王提到未來暑假 會有很多台灣的網紅各大各小人 會去參加中共這個軍民融合舉辦的交流活動 大概前一兩個禮拜吧 我跟波特王還有文昭老師 100多萬那個反共加拿大大V嘛 我們那個時候就在討論這件事情了 只是說昨天波特王先浮出檯面 讓大家知道一些事情 好那其實但凡了解中共歷史 跟中共一直在幹的破事的人 都會知道這就是統戰團嘛 因為我17年也參加過 當然他不會跟你說那是統戰團啊 那過程中第三天我就發現 哦好像飼養套殺耶 那個時候我對中國共產黨根本就完全都不了解 覺得中國好像也是一個很正常 跟歐美一樣是憲政的民主國家 但是這樣不是對吧 細節你們可以去看我昨天那支影片的後半段又講 那這裡不追溯 而不只是網紅團啊 退休軍人團嘛 學生團都有已經有20幾年的歷史 其實他們的統戰手法 每年都會調整每年都不太一樣 但其實啊這個網紅團已經分不同的領域 大概從5月的時候已經陸陸續續開始 只是7、8、9月會有更多更大型的過去而已 好 那注意啊這些人參加這些活動 他們會以為跟去歐美日韓參加一樣 因為他們對中共的控制社會認知嚴重不足 但他們把中共當成歐美那樣憲政的民主國家來說嘛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差太多了 譬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沒有國家的軍隊 來講出這句話你們會不會覺得我很荒唐 但其實荒唐的是你們啊 因為這句話它是事實 中國解放軍是聽誰的 聽中國共產黨是聽中國共產黨 軍委主席 如果今天軍委主席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是不同人 他聽誰的 聽中國共產黨軍委主席的 所以才會有文革 我光舉例這一點就可以打臉好多了 還有很多很多例子 頻道拍了一千多條影片 我也不想要把這些事情全部講出來 那拍六個小時都拍不完 像是這個台灣人啊 在小紅書上說自己啊是這個小姐不惜地的 那他最近發出了一張啊 由中共國務院舉辦的浙江台灣合作活動 然後他文章打什麼 啊我來到國內了回位5年 IP在美國 對吧你參加這種統戰團沒有關係沒有問題 說不定你是很台獨的人去參加啊 但你用了國內這個就很搞笑了嘛 所以啊你認為浙江是你目前拿的護照版圖的一部分嗎 如果不是的話那你又說中國浙江是國內 那你平時在的台灣是國外是吧 你挑一個承認好 不要到時候惹台灣民怨你又說 啊我只是過去那邊參加活動我只是去旅遊的嘛 幹嘛要講政治 不好意思你這句話就是政治 你去參加這個活動他就是政治啊 啊不然後面那個他是民間團體嗎 不好意思啊即便是民間團體後面也是有黨支部的 在中國人要成立三人以上公司團體 都是有黨支部的成立需要啊 連外賣源都有一個流動黨支部嘛 宗教也是如此 啊為什麼你們這些不知道 因為你們沒有做功課啊 因為你們會以為歐美也沒有為什麼中國會有呢 再說一次啊去參加統戰團 絕對沒有關係 我非常多朋友以前都參加過 回來更反共 因為他們過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就是統戰團對吧 但也有過去之後 他是慢慢漸進式的去洗嘛 他們不會一開始就說台灣是中國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一定是參加好多次 慢慢讓你在那邊被養套殺之後 你離不開了你就會自然這麼認為 而你一開始這個輿論啊 有被中共當成有被利用價值的笨蛋 那當然台灣人民就會對你反感 當台灣人民對你反感講出這些話之後 你會覺得說我確實沒收中共的錢 事實上你沒有 因為有很多白手套你不知道 那我們台灣人就會罵 對吧你為什麼講這些話 你為什麼說什麼國內 為什麼說台灣神 這是慢慢的齁 為什麼你會說什麼中國很自由 然後對這個破壞人權的事情看不到 這個時候你心裡會抵觸 你一抵觸的時候就會跟我們割裂對吧 中國這個時候對你的環境又是這麼好 他們就過來 別怕別怕你看台灣多不民主自由 過來過來你又沒有說什麼對吧 時間久了你心就像他 你就會更加認同那邊對吧 那你說出來的話就會又更割裂 而中共的統戰手法也不會這麼笨 對吧 譬如說我辦了20場所謂的統戰活動 但真正的統戰可能只有3場的活動會場 剩下17個打仗演法 然後只要有人揭露 其中一團可能是統戰 然後有統戰的事實 後續可能會有這些報導 那這個時候啊他們輿論就會起來啦 那其他去參加的網紅會覺得 欸我確實沒有啊 為什麼你們要一竿子打翻所有人呢 但是你不知道中共是怎麼利用 漁目混珠的方式就跟海外同鄉會一樣 為什麼海外同鄉會裡面 它會暗插中共的特警在裡面對吧 然後這個歐美媒體報導 就說欸我確實不是啊 確實你不是 但你們那個團體就是打著這樣的名義 讓中共混入 所以中共的統戰手法真的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欸我跟你錢說中國台灣是好嗎 哎呀太爛了吧這種統戰 所以這也是養套殺的一部分 現在跟五年前的統戰 八年前的統戰方式差太多了 以前五年前八年前還是去第二次 第三次就給你錢 欸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你過去不知道我們怎樣 我給你什麼現在不是啦齁 今年啊 美國跟印度的媒體還有政府就揭露 像是美國之音說啊 調查出非常多的印度網紅 接受中國的互惠招待的方式到中國拍片 一開始也是不提政治 那後面慢慢的譬如說去了五十個好了 那去五十個可能成功統戰只有十個啦 第二次第三次會慢慢篩選嘛 因為不是說都去的人一定都會被統戰對吧 這五十個人去哪怕成功五個十個 中共就成功嗎 而久而久之他的受眾就覺得 你看中國各方面也都是不錯的啊對吧 那中國的這些不錯是怎麼造成的 中共的制度嘛 中國政府嘛對吧 讓中國有這個環境 這跟政治無關嘛 中共對於台灣跟歐美印度日本等國家的統戰手法 皆有略顯不同的地方 對歐美國家就是 欸我要用這種選舉啊 我要用這種方式去干預你的選民 所以前幾個月TikTok才說 哦讓你們美國人打掉去給你們的參眾議員對吧 讓你們選一個可以推進中共的政府出來 那對於台灣最終不吉他就是要統治我們嘛 不然你國台辦到底成立幹嘛 你統戰部成立幹什麼的了 那他現在的手段是什麼呢 疲憊我們反共的意志 把我們打成都是造謠的 都是陰謀論 台灣民主不過如此啊 只要你好好配合一切 都是可以跟中共談的 只要你上了談判錯不好意思啊 你所有談的權利在他那邊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應該也談給你看過了 更早之前跟西藏談的也給你看過了 新疆的也給你看過了 當然啦這些的目的 都是去試圖影響台灣的選民 先讓我們選一個 中共較不討厭的執政黨 那上台之後呢 一切好說我看再怎麼調整 那中共如果確實如你們宣傳的那樣 那麼的美好那麼的自由 那麼的開放進步 你知道中國經濟還有中國的股市 跟世界是背道而馳 是逆行的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如果你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還覺得中國停留在10年前那種 剛繁榮復興 哇那你對這個世界觀真的是落差太大了 如果中國真的這麼好 為什麼這麼多中國人 是用偷渡的方式去美國呢 為什麼中國的投資熱錢 會轉往日本還有新加坡呢 而他們不去救自己的A股呢 為什麼中共官員的子女很多 都有歐美的護照或是永居 為什麼咧 中國如果像你們說的啊 你們拍片那樣營造出的自由啊進步啊 為什麼一堆流亡海外的反共中國人 你有聽過反民主黨或是反共和黨的美國人 需要流亡歐洲或是日本台灣嗎 沒有吧對吧 而你即便在歐美 你還要擔心會不會偽裝成同鄉會的特務 把你抓回國家審判 不好意思啊 全世界現在除了中國 俄羅斯 敘利亞那些國家啊 其他國家沒有這個現象 但就在今年5月巴黎機場就出現了 中國大使惡秘劉輝 帶著那些偽裝同鄉會的特務去抓反共的中國人 對不對 這引起歐美媒體的瘋狂報導 難道你不知道嗎 而昨天中國官方啊 國台辦終於出手痛罵黃仁勳了 經過整整14天啊 過了頭七現在二七啊 我看下個禮拜有沒有三七啊 真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美德耶 國台辦要黃仁勳什麼呢 好好讀書啊 了解台灣的過去跟未來都不會是一個國家啊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而黃仁勳的言論深深的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 我跟你說 這個模板 中國官方在今年也嗆過菲律賓總統 要他多上課多讀書 原因是菲律賓總統慶祝台灣大選 那一樣是台灣的問題 模板拜託你換一下啦很膩啊 講了這麼多 我還在等你們的U型所出來砸 揮答的顯示卡 我還在等你們宣布要制裁 揮答退出中國市場 那在這裡我要跟大家道歉啊 我判斷錯誤 上個禮拜的影片中我提到了 歐盟在7月要跟進美國 我制裁中國電動車產能過剩的問題對吧 還有騙那些補貼的費用的事情 我當時說歐盟啊 可能會把關稅從原本的10%提高到19% 對不起我錯了 今天看到更進一步的報導啊 只要你願意配合歐盟的調查 那些廠商你平均就會被我徵稅21% 但如果你不願意配合呢 你就會被我徵收到38.1%的關稅 估計的太保守了 對不起跟大家道歉 希望下個禮拜我又能再出來道歉一次 說各位對不起我說錯了 歐盟最終決定是50% 而中共暗示你如果7月真的自殘下去了 我就會開始報復你們歐盟的那些乳製品啊 那些白蘭地理關稅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 人家歐盟是針對你的產能過剩對吧 而且你要騙各種補貼 你把人家的港口都堆滿了賣不出去的電動車 人家這個是有事實依據的 而你是政治報復對吧 去年不是也是嗎 日本開放但中國那個時候還在疫情 所以日本就是特別有針對從中國那邊來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中國國籍哦 只要你從那片土地來 你就有加強這個防疫措施對吧 結果人家有提出客觀的數據的問題 結果你中國呢反過來報復日本 政治報復嘛 一直以來中共就是這樣子的 曾幾年啊對澳洲的煤礦跟紅酒還有龍蝦關稅報復嘛 結果你害到的又是自己啊對吧 那個時候有一年中國大限電就是因為你們那個時候少了澳洲來的高級煤礦 中國煤礦品質真的不如澳洲 這是地質的關係 結果你中國啊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從東南亞等國買了煤礦 那你跟東南亞買的煤礦又很大部分是東南亞跟澳洲進口來的煤礦 你真的是天兵耶 你轉了兩手你買的又比原本的高那麼多 前幾年中國也是這樣報復美國的 我拒絕買美國人工產品 結果你轉了跟加拿大購買 結果加拿大賣給你的又是跟美國進口買的 你最後報復的都是中國的消費者跟中國的進口商 而他們不能有怨言 所以現在中國還是要營造出一種你看我大國崛起我偉大復興的都是高樓大下 像是河南已經連續60天沒有降雨 乾旱 很多農民都遇苦五淚土地乾裂 又連續高溫35度到40度之間 而中共官方啊 卻很隱晦的說啊這個就是無效降雨啊 但是你們報的規模近兩三百多萬的熱搜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缺水乾旱你就直接說嘛 說什麼無效降雨有沒有無效吃飯 無效上廁所無效打工 這種消息才應該是上熱搜的前三 之前那個貴州大火山火 你們押了一個多禮拜才全面報導 結果現在熱搜什麼? 明星啊娛樂啊打倒台灣打倒美國 中國網紅又在日本鬧事為國爭光啦 台灣網紅讚揚大陸遭台網民痛罵 國台辦緊急為台灣網紅發聲讚聲啊 當然小粉紅肯定會說老天就是不肯下雨跟中共有什麼關係 是沒錯啊沒什麼關係 但你應該要讓這種事情少熱搜不是嗎? 你應該要想辦法怎麼用人為的方式去調度或是解決 對吧?幫助農民看是不是有什麼補貼補助的方法 但不好意思中共完全沒有 就光河南村鎮銀行距禁這個事情已經兩年多了齁 還有40多萬的儲戶沒有得到正義 前幾天路透社那邊才刷一排 今年2月去抗議的有3個人還沒回家被帶到哪裡去了? 花個5分鐘刷一下推特打個關鍵字 你一打開各地鄉村政府欠薪的農村欠薪的 因為政治鬥爭而強摘你工廠的銀行壞賬 刻意刁難那些儲戶要領取過大金額的 爛尾樓抗議被打江山的隨便截圖就十幾個 今天啊我印象我就刷到80多件這種發生在6月12號的中國 所以這就是旅遊看不到這就是啊你去參加那些所謂的你認為不是統戰團的統戰團的那種交流你看不到的東西啦 那最近美國華盛頓時報轉述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的表示啊 習近平利用親屬隱匿於7億美元的財產 有一半在中國境內上市公司有一半在美國 而這些大部分都是評分給習近平在美國的女兒嘛 習近平在這個加拿大在澳洲的姐弟嘛 對吧還有姐弟那些家族啦 這份資料還只是統計到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前的財產數據啊 2012年以後呢習近平上台那個時候打的什麼 反貪腐的民意有沒有現在耳熟能詳 結果解決了莫須有了非常多的政敵跟商人 2024年的習近平現在資產增長了幾倍呢? 估計是比12億月平均不足5000塊繳納個人所得稅標準的人 綜合還多對吧?請問聖上是不是勾結美帝國主義的漢奸呢? 他是不是最大的走資派呢? 中國去年紀念加總印鈔總和比歐美加總還多 按理來說要大通膨時代來臨了 但為什麼中國是大通縮時代?請問錢去哪裡了? 為什麼習近平的女兒、華春瑩的女兒、楊潔篪的女兒 愛國大V司馬蘭的妻女、愛國教師陳平教授的一家人 全部都在美國自產、生活、拿永居呢? 他們在美國享福的時候一邊在笑小粉紅、愛黨、愛國真、傻逼啊 那如果連中共高官都是向著美國的那種福利政策啊 用身體去進行投票 那我們台灣到底要跟美國混還是跟中國混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博生 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巴小小的 下次見了 掰掰 我是巴小小的 下次見了 掰掰